接下来带您关心 昨天南韩的金融媒体网络遭到瘫痪攻击 目前最新调查已经指出 骇客的IP位置在中国 不排除北韩参与其中 据韩联社报道 南韩总统办公室有消息流出 只称这次的网络攻击是由北韩所指使 过去几次对南韩媒体的网络骇客行动 也都是北韩策划 冒用中国IP进行攻击 周三的骇客行动 造成韩国多家电视台的服务器中断 另外两家主要商业银行 新韩与农协也都发生网络瘫痪 南韩政府因此提高了国家的警戒水准 一直保持着中国IP 由于之前南韩的机构曾受北韩 骇客攻击 因此这次的网络瘫痪事件 清瓦台不排除是来自北韩的恐怖攻击 目前正多方面了解中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新梅 王安慈编译